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像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命理上看一个人会有几次婚姻 具体而言大致的往往可以看到 但这个需要有一个基础 一般人都看不懂 但是相学上是比较直观的 有的时候需要一些一个部位的 一些纹理的变化 包括整个手型的变化 包括一个部位的形状 都可以很快的看出 很准的看出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从手向的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一个人有几段婚姻 首先一个在小指下方侧方位这个位置 也就是这个结婚线 结婚线 仔细可以看看有多条 有短的有长的 哪一条最清晰 就找出这条最清楚的 看看它有没有断 如果有断就要注意 一生当中 容易有离婚的一种机会 如果是这条最清楚的线 有断开 断了好几段 那一般有几段 就能够断几段 这个断了几段 就代表有几段婚姻 通常这个地方 从上到下都有几条纹路 要从中找出一条最清楚 最长的一条 另外一个就是看感情线 以及智慧线 有没有这种八字型的 其实八字型的说的就是什么 就是导文嘛 有没有八字型的符号 两个小圆圈 如果有的话 也是需要注意在婚姻路上 也风波 甚至有一些离婚的危险 在相书上画脚 这个叫导文 大概的意思就是像一个绳子的结一样 一个小圆圈出现在主线上 出现在人文或者是天文上 也就是感情线或者智慧线上 还有一个明显就是 不但会离婚 在婚姻上很乱 没有节奏 没有这个规律 这种情况就是在 第一种情况的基础之上 再加上 这个 就是小指下方那边 那个侧边就是婚姻线的位置 出现这种 横放的干扰文 不是竖放 这个代表呢 不但会离婚 只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复杂的 混乱的情况 就是两条纹路交叉在一起 或者是有这种 侧着放的这种 形成X状的这种纹路 这就是这三种情况 一个是这个 婚姻线断断续续 还有就是这个 人文和天文出现导文 或者是出现两个导文 连接在一起形成 这个横放的八字形样 两个导文 这第二种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刚才讲的 没有比较乱 这个婚姻生活 感情生活比较乱 这种情况就是 在这个结婚线的 这个侧边啊 出现这种 出现这种交叉的 这种X形状的 这种结婚线 这就是啊 这个 不但会离婚 而且感情生活还是比较乱的 好了 有关这个 有几道婚姻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 首先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我们下期 再见